研究所田少仁 美国哈佛医学院免疫研究所新天愚 恭喜恭喜哦 接下来恭请总裁 昨天有幸接到美国总统川普先生的电话 他打电话给我 其实在去年12月 我已经的白宫 跟他的有一个详细的深谈 有关于未来经济跟中美贸易 以及在美国投资 美国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他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全世界最高的科技 有最良好的经商环境 在美国投资 对我们集团来讲 我认为是一个完完全全 正确而且符合未来经济走势的决定 川普总统除了希望我持续投资 LCD在威斯康辛州的研发与制造 在威斯康辛州用在制价 用在未来航代科技 用在航代科技引用以外 那他也希望我对于年轻的人才 能够从东西的两部 回到中西部 这个做研发 做投资 也给我们很高的期待 总统先生 我说威斯康辛州的失业率 从你上任以来 已经从56%降到了2.9% 就是说 我现在根本找不到人 我说在美国失业率第3%就是一个说健康 因为有3%就是不想工作 那么 没问题 Shelley